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4月22日 这是今天的七场读报的一篇节目 因为在外面找了个地方 这个地方非常披荆 很好啊 有电源还有WiFi 这个老板也非常的支持 再给大家谈谈新的消息 关于反腐败 习近平现在没钱了 国库空虚啊 李强的口袋干瓶啊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抓人 抓贪官呢 一个是可以搞钱 另外可以打击政敌 还可以忽悠老百姓 老百姓一看 习近平真厉害 什么贪官都敢抓 不过最近有新消息 一个是姚城披露的啊 这个刚刚看到4月19号 今天是22号 刚抓的 姚城披露呢 又有一些军头被抓了 也就是陆军副司令 邓志平 宗将 是在南京开完会以后啊 这个在车站被军纪委的人带走了 连夜在北京 两个驻地搜查了一个晚上 同天被抓的还有东部战区海军副政委 柯耀华 还有火箭军南长西长卫星发射基地司令 邓宏秦 你看这一抓抓了又抓了三个军头 加上以前抓的还没公布的 这个多如牛毛 这么讲吧 这是仅仅是开始 你们看看斯大林当年是怎样反复抓人的 叫肃反 斯大林把中央委员呢 杀了一大半 斯大林这一套东西啊 现在习近平在习近平身上已经发扬光大了 我估计啊 如果习近平不下台 未来几天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历届的官员落榜 为什么呢 一个是不安全感 因为他干了十年确实是干的不好啊 负面的评论很多 再加上他主张和俄罗斯站在一起 站在一块 军头们都担心打仗 打几仗他们肯定是炮灰啊 谁都不愿意打仗啊 尤其是火箭军 军头更是这样 平时的时候当军头那是吃好的喝好的吃香喝辣的 有这个漂亮的这个Eason Hoos陪着是吧 有这个士兵捧着 极尽设谎 搭起仗来的 军头就要上战场了 那不是开玩笑的 分分秒秒脑袋没了 以前贪战那些钱没用了 孩子们都转移到海外去 也是不放心 是吧 所以他们很不愿意打仗 因为你和美国做对的结果 这一定是战争 这个所以这个军头们大都反对欺贴 甚至有的想偷取取巧 他们认为很简单 不用和美国打仗 把他抓起来不就完了吧 从中改革开放之路 那李克强的思路就是这样吧 对不对 把他抓起来 这个关起来 然后呢 重新回归胡温年代 这也是个办法 付出代价少 西方能接受 所以西平没办法 就只好继续做 越做越做越做 我不太了解这个 姚成是4月16号披露这两个人 就邓志平 他是海军陆副司令 还有这个东部战区 海军副政委 何耀华 还有西长卫星发射的基地 那是火箭军 总之吧 他抓的人会越来越多 因为你抓一个 一查腐败问题啊 就检举揭法 互相撕咬 卧里斗 又出来别人 因为贪战是普遍现象 你像一叽叽往上送 你才能卖官欲绝呀 你不管是郭伟雄 还是徐才厚 都一样 你看古俊山 当年在这个河南 搞的将军府 对吧 极尽奢华呀 而且古俊山有一个小四平 被抓的时候 根本不在乎 特别的就是傲慢 说明什么呢 他底气很重 他认为我这贪腐不算什么 大家都谈 你们比我还谈 为什么照顾 还有徐才厚郭伯雄 对吧 郭伯雄还在监狱里 还有张阳房峰辉 张阳死了 房峰还活着 在监狱里 等等 所以西里面 极大的不安全感 会越爽越多 因此这是新的政敌 那么目的是什么 国外后除了刚才讲到这个搞钱 打击政治 还有一个什么 防止 现在的战争有可能来临 你看美国已经把和谐警方家门口了 布林肯又来了 来最后通牒 搞不好叫制裁 制裁再升级就是战争了 所以大概的逃不了战争了 所以他怕军头将来反水 怎么办 现在就把这些人 要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干掉 然后换上忠诚自己的人 其实习近平很傻 换上的人一样贪 而且还没有作战的经验 对吧 所以他将来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越艰难 越艰难越抓人 越抓人 仇恨越多 陷入了怪圈 踏上不归路了 所以他很危险出境 这是一个消息 另外另一个消息也是 防止反国外 刚才讲是抓枪杆的 还有一个领域是钱袋子 就是什么税务部门 税务部门 开始抓人了 这是万维网的另一篇文章 时事评论人士叫李彦民披露了 说是李克强当年在国务院当副总理的时候 常副总理 也就温家宝那年代 说那个时候他重用了北大的校友 他在北大毕业的校友叫王军 因为李克强的重用都是自己的同学 这些人和李克强早年就交往很深 在于他们比较佩服李克强 李克强确实有点本身 而且更重要李克强不贪不债 你看李克强到重庆去 还自己花钱买麻花 对不对 在大上海去访问也是自己掏现金买东西 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就要向外界显示我不贪 秘书都给准备好现金对吧 那习近平就不敢 为什么 习近平在福建没少挣钱 他家族也很贪 所以他不敢就是公布财产 这个小动作就等于公布财产了 所以习近平非常生气 觉得你是穷贤辈 彰显我的贪婪是吧 肯定是每一次都很生气 你看上次李克强到重庆买麻花 拿钱买麻花还告诉小商小贩 我买一盒大麻花 那个人不找钱给他 那个老百姓没来得及找钱 因为可能想多给几盒就算了 李克强就买两盒 还说找钱给我 他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 咱自己花钱买的该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出去买的东西 不都是找钱给我吗 是吧 我刚才也买了一个饮料 是吧 在这里 你不能白在这里坐着 买一个贵的饮料 这里是最贵的 就是这个饮料的 是吧 花了我五六块钱 我都有点心疼 是吧 一般我都到Tim Houghton 是两块钱 因为这个我做的是公益事业 没有多少钱赚 我得接约点 我是讲的李克强也是 你通过这个就知道李克强没弹 要不他买麻花 怎么还能自己拿钱 是不是 要一卡车好 这个麻花都得送来 是吧 习近平外甥女在香港大宅 山女大宅是吧 还有福大牛 福大牛不是欧盟的披露的吗 是不是 欧盟政要披露的 米歇尔披露的 不是咱们在编造的 习近平都没讲清楚 我要讲的是什么 习近平抓了这个枪杆的还不够 刚才讲是枪杆的 军头是枪杆的 还有抓钱袋子 钱袋子就是斗那些税务局的官员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 他说 中共中央第一巡视组 进驻了财政部的国税局 目前至少有四个国税局的官员落马 可见这个大清洗升级到什么 税务部门 因为税务部门的官员 他们进水楼台先得月 是吧 他出去查税 他一探战 但是他抓这些人 你看很有意思 一个是福建省税务局原会计师 曾宗涛江苏省税务局局长四鹏 国家税务总局人事司司长 杨江龙山西省税务局原二级巡视员金志豪 4月16号的消息 叫中涛就被抓了 中涛是1962年出生在福建 一直在税务部门工作 2017年5月起任福建省地税务局党组成员总会计师 18年6月任国税局福建省税务联合党委员 省税务局总会计师 你看他为什么选一个福建的官员抓 因为外界都批评他说你护着老母亲护着小小基础 不抓福建的官员 他这是为了显示自己大义灭亲 没灯下黑 连接奉公 我到老朝一样抓 但他抓的是个总会计师 是小官僚也行 然后又抓了一个4月15号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员副局长四鹏 为什么抓他 给李强看看 你的人我也来抓 这是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 意思他们反腐败处以攻击 那么四强是谁呢 1963年出生 苏千市副市长 政法委书记是党校校长 13年12月调任江苏省税务局局长 党组副书记 18年6月调任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 税务联合党委副书记 局长正听起 他为什么选这两个 这两个就证明自己和李强俩都是干净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 这都是新的官员 他说不如查以前菜鸟那一批 黄昆明那一批 王小红那一批 你看他很狡猾 那么再看下面就体现出内斗了 他说4月3号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人事寺原市长 杨江龙被砸了 你看这个词 原市长 那就证明是李克强那个重用的人 你看出来了吧 内斗出来了 说公开信息中没有杨江龙的履历的信息 只是显示 13年12月20日 由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任命为国家税务总局人事寺市长 就是税务局里边管人事最有钱 谁都愿意到这个税务局来工作 不送钱送物他能提拔吗 是不是 他肯定也是贪官 但是属于李克强这些人 他说2014年1月30号 这个 还有呢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 山西省税务局 二级巡视员叫金志豪被抓 这一看就打击这个 令计划的人 山西人 对不对 你看这还是内斗 那么这个金志豪最有意思 金志豪竟然 我这个地方我很熟悉 辽宁财经学院 辽宁财经学院现在叫东北东财 我太熟悉了 就是大连的嘛 对吧 1993年6月任山西省税务局 刘转税处副处长 95年2月任山西税务局财产装备处长 96年太原市地税局当委副处长 17年山西地税局副巡视员后任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二级巡视员 那就说明他是令计划提拔上来的 对不对 说不定是找令计划他家的后门 送钱送物上的 西民现在继续开始抓 对不对 只不过是抓了他是为了搞钱 因为税务局的官员都没少花了钱 抓他之后还有抓很多来充斥国库 那么这篇文章说呢 2023年12月4号以后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党委书记副局长呼吉木被调查了 就税务局现在抓了一屋 习近平开始擦钱钱袋子了 他说23年10月28号 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王军被免职 王军是不是就是李克强的嫡妻 我不知道 他说23年10月16号 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市副市长李光辉被抓 10月23号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总局 一级巡使员百鹏被抓 你看为什么这么多官员一刷就是贪官 那还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是习近平问题 党的问题 不是哪一个人 对吧 人人谈 这就是没有制约 权力积重到一个人手里 风气不震 你谈我谈大家都谈 特别是反对习近平的人 首先查 对不对 不反对习近平的人 习近平和后查甚至不查 这里还披露了国家税务总局 叫真管和科技发展寺 原巡使员赵国际被查 23年3月21号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 二级巡使员王凯被查 你看全国三十一个省自治区 税务局里边众多贪官 一刷一握 还有23年2月国家税务总局 辽宁省税务局原一级巡使员 合力被审查调查 好像这个人也是东采的 东北财经大学原先叫辽宁财经学 我考大学的时候 复习就到这边来复习这个数学 上一场我讲到你们看一看 后来改名了 就这个地方培养的 毕业以后都分配到 好多分配到税务局工作 有的就爬上来了 这篇文章告诉你 这是一场内斗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 是财政部系统的核心系统 那么在江泽民当政期间 和中央央行财政部一样 长期被上海帮控制 那西宁整他们都整了江泽民的人 整的也是李克强的人 他说这部税务局大清洗 显示中国高层为争夺钱袋子内斗升级 确实这个他抓一批以后能起到巨一反塞 第一个是什么忽悠老百姓 老百姓你看你看 心情真厉害 什么人都敢整 只要你腐败就抓 对吧 第二 国库没钱 李强现在就需要钱了 抓一个就是千万 你看那些判刑的时候 犯罪金额都千万 是不是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大街政敌 把李克强的拥护者全部干掉了 等到下一场再和大家谈更多的新闻和报道 好 谢谢再见